情侣大概遇到这种事的时候都会争吵 不仅仅 你别往心里去 平时他就像这样的小事老多了 再举一个例子 就前也没几天吧 没几天 我俩一块吃饭 我上午练完 我练了一上午了 他在那个看书 完了他说他说饿了 我说那一块吃饭 打完饭 我先打完 我已经坐在那个一个一条长桌 我一坐中间了 我已经吃上了 完了他打完过来 他说不行 我非得坐在外面 我喜欢坐外面 我习惯了坐外面 你就得给我坐外面 平常吃饭是我比较喜欢坐外面 你不都依着我吗 你干嘛那一次非要不依着我呢 我当时练舞 我都练一上午了 对不对 我好累了 而且我当时我已经开始吃饭了 那你练舞了 我也饿着肚子在等着你啊 那是啊 当时我说那行吧 那我就低个头吧 我就把盘子是不是 我都推到外面去了 那你那时推吗 你明明就在摔盘子 汤都出来了 那个桌子它不平 完了我推一下那个盘子 就有一点汤洒出来 他非得说我摔盘子拍桌子 后来推过去 我又坐下了嘛 他也坐下了 完了他就说我不吃 我不吃我不吃 就这样 他本来就是按态度已经很不好了 吃没吃吃没吃 我拉着他 我没有吃他吃了 我走了 你走了 对 后来呢 我拉着他嘛 我说你吃吧 他说我就不吃 我说那不吃我吃 完了他啪一拍桌子 他拿着那个校园卡就走了 然后你走就走吧 但是我吃我就吃 他连追了没追 我还说我脾气大 那我后来 我又想着你 我又给你打包 我又给你送一份过去了 你给我送过去的时候 我一句话就说把那东西一放进去 掉头就走了 那完了你对我发脾气 我还得去又给你打饭 完了我还得哄着你 那谁来哄我呀 那你是男生 让那女生一点怎么了吗 那我又不是没让你 那我还不给你送饭了 我还不考虑到你饿了吗 后来我已经想通了 我觉得好像后来想想 好像是做得有点不对 我说晚上那就 心平气和谈一谈呗 等到晚上他已经练完舞了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就跟他说讨论事情 他一直不耐烦 他说我脾气大 当时我心里我还憋着气呢 你心里想通了 我还没想通呢 那你不能大气一点吗 大度一点怎么了 晚上他更严重 你知道吗 他特别过分 三番五次地触碰我的底线 你什么底线 我很气愤当时 他不是让我考 那个教师负责症吗 那我说我以后搞培训 我又不去学校里面当老师 完了他非得让我考 我就说我不想考 那你是 那你不想考 你跟我说 当时我要给你报的时候 你就说那你就报呗 报了我就考呗 那钱都花了 也报了 你又不愿意考 你怪我了 我不考了一次吗 我罗考就过了一门 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我就不想考 完了聊着聊着 就起了点小争执 完了他啪 他一憋过去 不合适就分呗 就分手呗 我最接受我聊的 就是别人跟我说分手 我说两个人在一起 是不是很不容易 对不对 那我不是气 被你气的吗 那不气我难道 会说那样的话吗 那我给你强调几次了 完了你三番五次 触碰我的底线 我都原谅你了 我也没有经常说 我知道那是你底线 我没说经常说 那你还说 那一点小事你还说 那我脾气上来了 那我气来了 我哪不说 我心里都憋死了 他脾气上来了 什么都敢说 就凶我骂我 完了什么都说 然后当时说了吧 我一下气息伤心头 掉头我就走了 完了到我搜索的路上 他给我发一个信息 你也知道你是掉头就走了 你触碰我底线了 那我还在来哄着你吗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底线 我也跟你说过 分美分 分美分 完了他在路上给我发信息 分美分 没有嘛 说明还是没底线嘛 那 叫什么劲呢你 你原谅他嘛 路上发的什么呀 他给我说 你再不过来 我就真的走了 他说 我还在这等你 你不过来 咱俩就真拜拜了 完了我说那行吧 我男生我就扶个软吧 那怎么样呢是吧 完了我就去找他 我哄他 他不行 他不走 完了我就强行抱他 他一一又在地上打滚 又这样又那样 我打是打滚了呀 那他就死活不走 我抱起了他还往地上挣脱 完了他就赖在那个地上 他腿一盘上他就坐 那他又不走了 还盘腿坐 地上有什么样 我都哄了十多分钟 他就是不走 那我当时给我气得不行了 我又走了 又走了 然后 不然他又走了 我拉他 我拉他 你没有 你当时没拉我 我拉我好吗 你当时说的是 我说你到底走不走 完了他说 你走吧 我认识回宿舍的路 我就两分钟就到了 你走吧 我不用你管 我当时给我气的 我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 他学的是钟摆五 为什么他每次吵架都是这样 就是他就这样 他就不看着我 我站到这边来跟他说 他就变到那边 我站到这边来 他就变到那边 好好好 完了到宿舍之后 他又给我发条语音 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等你 你再不来 你再不来就来了 你就真没戏了 再不来就是嘛 我在那楼下一个人 等了那么久 那他拉你 你为什么不起呢 那我那时候都已经被他弄哭了 哭了好久了 我就 我觉得 你凭什么让我哭那么久 然后你哄我就得走 那我都哄你那么久了 完了还你错了 后来又去了吗 后来我又去了吗 去了之后呢 去了去了 然后哄一会 哄一会就走了呗 好了 你说他拖延症是吧 对 你说说吧 你说说吧 就是平常吧 就有时候让他去干一件事 就是答应我的事 他老是拖 他能一天小生 拖十几天啊 二多天啊 比如呢 他就是做不到 就是有一天答应我 要陪我去逛街买一双鞋嘛 然后他前天晚上 他还非要跟他朋友去上网 你知道吗 他上网就上网吧 他还非要上通宵 上通宵第二天给他打电话 怎么打都打不行你知道吗 打到下午了 打了十多个电话 他才接 我说我们下午去逛街也一样 完了他非得也就不愿意 那你答应不了 你就不要说第二天去逛街 我没说 那你不能为了我吧 那些事都退了吗 那我家里的朋友 完了我都完了 那你家里的朋友 那你平常陪我的时间也不多呀 那你平时太忙了吗 那你忙我不忙吗 就你一个人在忙吗 我都能抽出时间 你平时不抽出时间呢 就是玩了一晚上 打了个游戏嘛 不至于吧 不是 这不叫拖延 又不是说就一次吧 一次我也不会这样 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他是平常的话 就是要答应我去调旅游 你知道吗 他答应我他做不到 他年月回家 陪他家里那些朋友吧 他都不愿意带我出去 不是不知道 我周一到周六 完了我得训练 我五点半训练到八点半 完了周六全天训练 那你那些行程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又不是说跟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又是带艺考生 又是带健身房的 那完了我就 你总有那么多理由 我就周日一天时间 完了周日一天能上哪去旅游啊 那你喊暑假呢 你不知道我干嘛吗 我不都带艺考生了吗 我都带高中生了吗 那这样你说的就是 你一点时间都没有了呀 那你没有 你凭什么 你为什么之前要跟我说 那我们暑假 或者喊家出去玩呢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然后做不到呢 我说有时间就去 我又没规定哪个时间 那你就不要每次答应了我 然后就做不到 就这点事啊 还有什么呀 没有 他平常喜欢养一些小宠物 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因为暑假有事 然后就跟那些朋友啊 就一起合租了嘛 然后他非要养那个小宠物 养就养吧 那天晚上很黑 大概夜里的时候 那天刮风下雨 他就把那个小猫放在家里面了 然后半夜上厕所 外面下 你一定要踩到那上面去 又刮风又下大雨的 那个小猫在外面他多可怜 完了平时那个小猫 我就把他关在阳台上 我不让他进家门 你不也和小猫玩得挺好吗 对啊 我是乱玩 我没说了呀 我本来从小到大 你不也挺喜欢他吗 我就不喜欢小宠物 而且你知道我胆子很小的 那天晚上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外面那么大雨 我说我把小猫放进来 你不也同意了吗 你那只是跟我说 没有跟我说 我可不可以让他进来 你当时你也同意了 你说那行吧 就放他进来吧 完了那个小猫 他怕冷吗 他睡在那个踩脚垫上晚上 他去上厕所 他又不开灯 完了他一脚踩在那个小猫身 那小猫都踩 我估计都踩废了都 那你怎么不说我被吓得 全身哆嗦了呢 那后来我们把他送走了嘛 你送走了 你当时送了吗 你拖了好久才把他送走了 而且那天晚上你还怪我 还对我发提气 那是你对我发提气 我发的我都不行了 我怎么哄都不行 他那天晚上他这样 就踩到那个小猫 他就吓得又哭又大 那个枕头啪啪啪就 那不是吗 那半夜我踩到一个东西 而且很软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是个女神都会害怕呀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